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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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一級一級,他就掌控了這項運動,足球,認識還是不認識,而我們又明知道這些人都說不是,他不認識不重要,他找一些會認識的人,但當中涉及多少政治,我也不要說,什麼給錢,鬼弄,賭假球,什麼黑哨,不說那些,根本怎麼可以搞的,足球運動,老實說,有很多都不是先進國家,譬如這樣說,我們不要說歐洲, 南美洲來,非洲來,是混亂到極極國家來的,隨時系統比你更好,你看,非洲有各別國家,但為什麼人家都看得不太差呢,未至於這樣,哇,你真是壞到沒得說,那今晚要買什麼,都是要,我問阿楓水豪,他又沒有說,他只有一個隨口說,他說等收錢買對價, 不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要用球還是怎樣,好像要用球半年,誰要用誰,打山地洋啊,不是吧,作客讓球看著鬼鬼地,這場有權打和的, 就是要小處買回中國狗,這次竟然,不是啊,如果你說讓球,作客讓球,沙地就憑什麼,就是要這樣想的, 心理當然是想,你偉大國家都輸,你這些人不要說我話,中國球迷幸福,總而言之,香港球迷,總而言之,八點鐘,RTHK,香港電台直播, 現在去到,為什麼你想要作客讓球兩球,喂,是不是很鬼啊,我現在覺得鬼啊, 就是他買中國,我看的時候就球半,作客買兩球啊,其實呢,說真的,如果, 如果,古惑仔,我們,是買回什麼,什麼入球帶啊,什麼半場客啊,入球帶,那些穩穩的, 但是他也要四球先,一球帶,四球就行的,你想想想,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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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 你想想,我想想,我那時候看回片段,不過看了那些入球片段,一射就入,一射就入, 真的買少著他中夥? 不能買,說一點點,不會,不會,不會, 不是啊,為什麼呢,你不開心啊,你賣下去,就算贏錢也不開心啊,你明明啊, 就是要羞辱他,有時候是這樣的, 但我真的很怕一帶一路的朋友, 去到這個位置,我覺得不是很害怕的,你想想, 那怎麼辦呢,我即使不放水給你, 我不放水給你,沙地,你咬我啊, 是不是你師兄,你咬我嗎,就像俄羅斯那樣咬我啊,拿回嗎, 難道你想,沒有東西啊, 他真的有外國,他保飛或中國隊贏, 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 好,不是啊,開心啊,說真的,我也不會打算看, 另外,今天施麗珊, 那一段,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 在港台節目中建議, 就說,有從事餐飲業的人士, 反映開工不足和求職困難的情況, 建議政府考慮停止部分行業的輸入外勞計劃, 其實有部分停止了, 建築業那些,但是, 我不是特別想說這件事, 那是不是會有人找不到工作做呢, 那我相信,開工不足呢, 我相信有的, 但是, 餐飲業同一時間, 這個梁振華就說, 現在不是啊, 餐飲業真的請不到人啊, 包括市應生, 廚師, 洗碗工等等工種, 是吧, 我們其實呢, 打算申請兩萬人, 政府都是批八千人, 正式到港的大約三千人, 喂, 怎樣影響到本地就業機會啊, 這一個就是他那一方面的說話, 那我們有國立場, 當然不會有人相信, 我自己呢, 就身處在這裏, 也有這麼多老朋友做飲品職業, 我們很多網友都在做這行的, 其實現在香港真是一個奇蹟, 真是一個奇怪的事情來的, 真是找不到人的, 老闆, 但是又真是找不到事情去做的, 你說這個很奇妙啊, 我覺得找不到事情去做的朋友, 我又不想說到這麼多事情, 會不會是泰國, 未必是屈就啦, 太過自視高呢, 或者認為別人的水準太低, 要求太低, 我真是不知道, 於是扶不願做, 有時候請的人都不來做的, 見工的時候很容易成, 真是來見工那天就no show, 就算見到工, 家裏各樣都成功了, 明天上班, 好,好,好, 明天又no show, 這些是很多時候出現的, 我們這裏有沒有, 這裏當然有, 我們這裏連請, 連見工的人都少, 真是可憐, 不過, 老實講, 根據我, 既認知, 我每天都有不同的界別, 高我們很多的大機構, 中型機構, 中小企, 更加多, 我預期, 現在開始, 由現在開始, 突入這個秋天, 我們一早就覺得, 不是很影響我們很多, 經濟情況, 因為失業都盡是三點幾, 似乎只有那些, 那些大粒佬, 那些炒舖, 那些人有出事, 但是似乎, 我就覺得那個失業潮, 欠伸潮, 就是coming to town, 大家真的錯穩了, 我都預計, 事實上也不可能, 那個情形, 上的出事, 你下面不出事? 不會的, 消費萎縮得這麼厲害, 這些人有谷種, 香港人是有錢的, 有很多, 但也有很多是, 真是, 手庭口庭的, 就算有錢, 谷種吃得多久? 平時他一個月有五萬元收入, 他有二百萬谷種, 五萬元收入足夠, 二百萬下, 變成二百零二萬, 還可以儲兩萬, 但是他現在不是, 他只剩下三萬元收入, 那就儲了一萬元, 沒有收入, 那曲種就要減下來, 是吧? 這些情況大家真的要小心, 因為, 連我那些, 我不說哪些, 一說出來, 大家都知道那些機構食肆, 今天我們有個網友跟我說, 他都被拖三個月糧, 三個月糧, 沒有東西的, 三個月出一次糧, 譬如現在九月就出六月糧, 十月就出七月糧, 開頭都沒有問題, 開關, 那你老實說, 如果以我每日每日出街吃飯, 看那些價錢, 那個坐下吃飯的人, 阿正你老實時會走過, 出街吃飯, 其實你不知道他們怎樣做, 大家繼續回大陸吃, 沒所謂的, 也有網友說, 好啊, 攬炒好開心啊, 我覺得這個開心沒問題的, 沒問題的, 不過你自己都有心理準備, 因為最後你一定會遇到的, OK, 好了, 那麼, 我們要快一下, 周恆彤, 其實昨天看了這個新聞, 其實今天也有很多東西看, 然後又看這個, 美國總統大選那邊, 那今天, 我們昨天, 在這個美國來熊的網友, 是, Barry, This is Patrick, 又說, I think that's only 20% opportunity, Trump會贏呢, 就是今晚這個, presidency, 的debate了, 他這樣說, 他說, 為什麼他覺得20%呢, 才可以, 因為呢, 一定是做不會做假的, 他知道, 民主派那幫人, 他說呢, 非就當然希望在這個, debate裏面呢, 可以徹底這樣擊倒, 或者, 那個什麼, 賀錦蜜, 徹底這麼糟糕, 連做馬都做不到, 又很明顯的, 就希望這件事情, 是否這麼容易呢, 我其實就, 我其實就, 特朗普呢, 賀錦蜜糟糕, 我怕特朗普都會, 因為尤其是, 你知道今晚在哪裏, NBC, 還是哪裏, 又是, 不是在Foxy的, 他其實, 不要緊啦, 我們要相信, 我自己是無所謂, 我已經調節好自己的心態了, 其實你說, 被何錦麗選, 又有什麼問題呢, 周浅蜜, 他就不認, 但其實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會這樣, 去年, 在特朗普落選的時候, 他都直接, 他說, 歷史會記憶一功, 又說, 很偉大的總統, 雖然很多事情做得, 但他現在又說, 口大好成, 甚至乎他漠視了, 我, 我不知道人, 我真的要很小心, 所以, 是不是因為他和陶傑, 的關係呢, 陶傑是charge run, 我不知道, 有些網友這樣說, 但是, 我覺得陶傑是過份了, 我不知道昨晚還是前晚, 光明頂, 他簡直是明串, 蕭先生, 你有沒有聽, 不要緊啦, 他串得很緊要, 我覺得不好, 不是啦, 誰人都聽到, 看得到, 流反一線嘛, 不是, 那些東西都看得到, 譬如你說, 現在, 英國人就按摩, 你有沒有, 現在德國人都, 不要勉強地, 其實, 老實說, 陶傑說得寬, 但我也有這樣的感覺, 你自己, 他不要勉強地, 他不要勉強地, 他不要勉強地這樣做, 但是, Anyway, 我不會怎麼爭論他, 因為他都在做正確的事情, 是英國人按摩, 你有沒有, 你應該進行一些監犯, 脫爆滿, 是呀, 沒有啊, 那時保守黨和你談, 將別人送去惡愛沙尼亞, 即租監獄, 都說不能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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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不是, 對的, OK的, 所以, 你說這個世界上, 歐洲, 真是不能勉強, 我現在問題沒辦法, 這些左膠, 黏了線, 他又想不到解決方法, 別人跟你想起來, 好啦, 送了一些非法那些, 去盧王達, 你說不能勉強, 喂, 喂, 劉昂達其實挺不錯的 好了 你不忍耐 你不忍耐 現在又有人理 德國佬又說他又考慮 真的實際很多 但你現在在工黨上台就如是這樣 好了 沒有所謂的 英國人的選擇 我也覺得沒有所謂的 於是你展望未來日子的 那些所謂動態就說是極右的英國市民 正義的市民 會不會出來呢 早晚你又是搞亂局的一片 好了 懲教署 因為自已規定了女囚犯 在囚期間在夏天只能夠穿長褲 所以周幸彤就提出司法覆核 其實他有理據的 因為他覺得很嚴 他曾經跟監獄中的社工反映 社工就說會跟他反映 但得來就是不行 於是他有幾個理據 因為我長話短說 其實我這樣看 這個資格覆核是沒有得輸的 我這樣看理據我不懂法律 你說不正常是難說 但就算他贏了 當然 當然 以我們現在這個管制方式 對周幸彤和周小姐 可能就是個人來說 但當然他沒有所謂 是更加不幸的 隨時會不幸 是水泡黃黃 是水泡黃黃厚 這是為甚麼呢 首先 他說在炎熱天氣下的健康需要是無事的 現在這麼熱 裡面很熱 靈世熱一點 是不符監獄條例的要求 以及構成性別歧視 所以在8月30日日品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 要求法庭裁定相關規條 違反基本法第25條 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以及香港人權法第22條 以及性別歧視條例第38條 以及下令取消相關的規定 首先我們看看監獄規則第26條是寫甚麼 每名囚犯均需獲提供足以保暖及合乎健康需要的衣物 此等衣物需符合署長所定限的準則 除此以外不可以穿其他衣服 在特殊情況以下 經醫生建議監督可授權囚犯宣穿特殊衣物 那我不先當這是特殊衣物 只是說合乎健康需要的衣物 在現在動輒三、四十度監獄裡面的天氣下 為甚麼一定要穿長褲呢 生鮮呀大哥 當然不合乎健康的需求 即是不人道 真的不人道 好了 但是呢 懲教署容許男性夏天穿短褲 冬天穿長褲 在這裏肯定是差別待遇 為甚麼男性可以夏天穿短褲 為甚麼女性不可以 這是違反性別條例 好了 日品狀又說 當然他亦違反了香港人權法第22條 因為人人在法律上是一律平等 應受法律平等保護無所歧視 在這方面法律應禁止任何歧視 並保證人人享受平等而有效的保護 以防因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話其他主張 民族本源話社會階級財產出身或其身份而生之其事 上次福利官在8月13日給周恆鴻的口頭解釋 就是說 因為周恆鴻當然是多主張 為甚麼男性可以女性不可以 他就說 男女當然是不同 男性可能會有皮膚敏感 如果穿長褲 周恆鴻也可能有皮膚敏感 但周恆鴻就說 只是8月13日他口頭解釋 男性和女性不同 當然是觸犯迷人權法案和歧視條例 因為基本上在這個層面上 我這樣看 為甚麼男性可以女性不行 平機會出聲 當然不會出聲 他說現在 他和其他女性囚犯的平等和健康權利被犧牲了 因此 懲教實施男女囚犯差別待遇 對於社會議員也沒有好處 也構成了性別歧視 我慢慢教 應該 我看不到 法院有甚麼理由不接受這個司法覆核 甚至不判他贏 另外說這部新聞 沒有其他事情 首先 下午是中秋節 OK 神經病 中秋節 我們會繼續舉辦這個 無人機表演 OK 五月那時候 每個月都說是無人機 後來 不知四、五月或五、六月 舉辦完兩次 又沒有拿到兩、三個月 現在 你倆是 又是無人機 你沒有遞飯了嗎 有 有甚麼 沒有火龍 他永遠都有 除了疫情 疫情那時候 不過今次會擴大範圍 還有安排維園直播 擴大範圍延伸到銅鑼灣 等等 怎樣都好 其實你搞甚麼 這些粉飾太平 永遠都是那句 有搞等於沒有搞 不說經濟 有時候我們覺得 有搞等於沒有搞 是否真的一定是 如果當你有搞的時候 那些地區社團 我不是說這一單 原來離離去那群人 又真的會不會有利益輸數的資源 與報道又未必可以追查報道到 未必有膽 這個世界真的太大不同了 Anyway 下星期中秋節 大家要團團圓圓 休息一會